我是奥风,也是秦城著名的废物七少尹 作者 风行烈,三十刻度工作室,精心制作 第三百九十八集 被这双幽暗深邃,冷漠无波的眸子骤然盯住 龙瑶三人都觉得一阵不好 那名金袍男子又慌忙大叫起来 黑凤皇,沈龙谷可是凤凰谷的朋友 你这是要做什么 话未落音,这男子只觉得脸上一痛 整个人已经像皮球一样被踢了出去 与此同时,一道黑影紧随上去 淡黄色的神力默地放出 犹如来自地狱的恶鬼 将那金袍男子伸出了索命的力招 住手 愤怒的大喝声从旁边传来 龙瑶毕竟是神龙谷派遣的使者 就是心里上有些畏惧着黑凤凰 也不能眼看着他杀掉自己人 从他灵力的攻击中 他已经可以感觉到 深重无比的杀意 另一名金袍男子急声叫道 黑凤凰,你想违背足约吗 足约? 眼底掠过一抹鸡巢 黑凤凰终于冷冷地开口了 我不知道什么足约 我只知道 你们毁了我最重视的朋友在意的东西 所以 你们必须死 乌黑的冷光 墨的闪过 黑色的巨型神鸟 从头顶上飞落下来 这地狱黑凤凰 还只是成长期的魔兽 但力量已经极为强悍 周身的地狱神火 不住地灼烧 比起普通的火凤凰 等级高了整整一个档次 血龙比与青龙相对的火凤凰 还要低一个档次 哪能有这个本事和他对阵 这该死的黑凤凰 我们快走 龙咬几人自知不敌 抱头鼠窜 一边打一边飞快地退走 在速度方面 地狱黑凤凰本是高他们一筹的 可投影下来后 只有神阶实力 他只得与他们相当而已 别想跑 黑凤凰轻笑一声急速追去 大人 等一等 请问您找什么 秦鼎等人 从远处向着兰修所在的地方 飞奔过来 急声对天上的黑凤凰吼道 被别人救了一命 他们当然要知道对方是谁 只不过 以那黑凤凰冷漠的性子 未必会答应他们 谁知 远处却传来了出人意料的清月声音 我叫寻风 那羽生顿了一顿 又接着道 告诉奥风 我来找他了 如果我没有回来 那就云中盛宴上再见 淡淡的羽生缓缓隐去 再也没有了波动 想来是追击那三个神龙谷的人去了 众人虽然得救 脸色却十分难看 洛星城一座城池 被毁掉了几乎一半 数以万计的家族子弟 在这场浩劫中丧生 兰修阁下也重伤昏迷 这几乎是前所未有的打击 和光芒幻殿那次 被奥风火烧圣城都差不多了 兰蕊急忙迅速地吩咐道 赶快将兰修大人带回去 计算损失 安抚成员 通知城主这儿的一切 这可恶的神龙谷 真是卑鄙无耻 异域城 位于露斯卡光芒大陆最南方 四围森林环绕 地理位置甚是偏僻 这个小城 占地面积并不大 完全比不上日不落要塞 那种气势磅礴的大型城池 却是如同一个水晶宫 一座座圣殿般的华丽建筑 将这座小镇装表得 犹如天堂仙境 那巨大的城门 竟是由欧比斯金矿打造 房屋均用各种各样的 精美矿石建成 极尽奢华 炼器师工会总工会 训兽师工会总工会 以及幻师工会总工会 都在这里 三个庞然大物 撑起这座城市 自然不可能搞得太寒酸 炼器师工会的人 素来喜欢美轮美奂的建筑环境 总部又在这里 建筑方面 自是由他们自行动手了 须知 炼器师不只是炼制普通装备 建筑之类的 也可以炼制换器 有的炼器高手 能炼出一座府邸 整座府邸都会在 结界的包裹之中 有的炼器高手 能炼制出一辆马车 不需要马匹都能凭借 风元素魔兽精和 日行千里 千奇百怪的换器 多不胜数 但由于材料匮乏 顶级的炼器师数量又少 这些东西平常难得一见 这异域城的城墙和大门 都也都是极品防御类换器 一旦开启防御罩 换宗级别的高手 也难打破 经过数天的跋涉 这日正午时分 傲风一行人 便驾车来到了 异域城门口 小城的门口 大片大片的马车 停靠在那里 形成了一个 马车的停泊港 东边的森林 被划分出一大块 除了他们 还有几个人到来 很快也走下了马车 将车辆 交给负责守城的人 换上一双崭新的鞋子 这才步行进城 大哥 好像城内不允许马车进入 只能不行 而且还得穿新鞋 秦葵在外面 把情况汇报过来 有些好笑地说道 这城市可真够讲究的 这么多规矩 那些平日里的大人物 还都得遵守 刚刚进去的 就是大名鼎鼎的西兰雪家 车内不撤笑道 是这样的 上次来的时候 他们也拦着我要我换鞋呢 不过这城池实在太漂亮了 也没人愿意在上面抹黑 奥峰从马车里探出脑袋 看了看那一尘不染的美丽小城 眼底略过一抹惊叹 微微一笑道 既然是规矩 我们不好搞特例 入乡随俗吧 几人跳出车来 那守城的战斗职业者 正是幻师工会中人 一见到不彻 脸色一喜 恭敬地迎上前行礼道 不撤阁下 你们终于回来了 李恩长老已经吩咐了 我们若是见到你们 一定要立刻带你们去 幻师工会 他们有钥匙先告 钥匙 什么钥匙 不撤刚换好了鞋 听到这么一句 不禁有些疑惑 那守城的男子迟疑了一下 用窃窃的目光 看了奥峰等人一眼 勉强挤出一丝笑容 说道 这位就是洛兴城主 前奥峰大人吧 其实是有关洛兴城的事情 三天以前 洛兴城遭人袭击 城池被毁 如今已经闹得满城风雨了 奥峰和秦奥天 本来还没怎么在意 突然听到洛兴城 遭到袭击的字眼 不禁面色大变 齐声惊鹤 你说什么 男子的话语 宛如一道惊雷 在耳边炸响 这个消息 对奥峰他们来说 实在太过惊爆了 以至于一向冷静的他 也有几分失控 洛兴城被人袭击 城池被毁 这是真的 不等他反应过来 奥峰已经一个剑步 冲到了那人身边 一把就将他整个提了起来 眼路寒芒地问道 秦奥天也少有地激动起来 闪到男子旁边冷声鹤问道 洛兴城的人都怎么样了 兰修阁下呢 我一夜他们呢 城池毁灭 必定伴随着人员的伤亡 想到自己的亲人朋友 兄妹二人都觉得 一阵心急如焚 男子只觉得眼前一花 两只脚已离开了地面 看到那双 散发着粒芒的漆黑双眸 背脊上 哼地窜起一股冷意 急忙道 秦奥峰阁下 秦奥天阁下 这件事情具体的 我们也不清楚 只有消息刚刚传出来 不过 李恩阁下 他们有传信水晶 想来知道前因后果 您还是快些去工会总部 问问他们才是啊 本集结束了 拜 拜拜